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经常听到施政报告这个名字 我就笑的 真是想得挺好 不知道是谁想的 阿庄知不知道是谁想的 真是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施政报告也对的 你知道了 我们有这么多卢政不找大师指点一下 就很难在市场都可以找到吃的 那今天又如何呢 今天呢 我觉得如预期的 其实市场还未摆脱了那个波幅区间 一直走下去 上个星期就挺好的 其实走的形态就是下降涉形 上个星期四五就两支大羊粥就堆了上去 破了 想着应该前途一片光明的 但是呢 情况又不是 又跌回来的 这个跌回来呢 其实你看过形态上呢 都没破之前下降涉形的顶部的 那就是仍然仍然还有希望的 那当然啦 这个希望 究竟能否成真呢 就要往后发展下去才知道了 但是有几个重点的 第一 就已经回补回上个星期五的上升烈口 嗯 那如果回补完再上回呢 那就一定是很健康的升势的 但是如果回补完再下破呢 那就危少少了 真是危少少了 那就是暂时当它保裂口先啦 暂时当它保裂口啦 第二样东西呢 呢 这两个星期开始出现现象了 但是美股跌的时间呢 港股就远的 嗯 但是美股跌的时间呢 港股就升的 啊 那这个你 你不可以作准说一定是这样 但是起码呢 我们发现了就是这两个星期呢 开始出现这样的象征的时间 会不会用的道路 也会把带户也是这样做呢 就是当美股一队的时候 港股就升呢 啊 那美股呢 啊 现在来说 美股队呢 呢 就港股跌了 上个星期便他是美股队 港股就上升呢 那这个也都是重点的 啊 那所以也都是 如果要详细地看这个形势呢 也要看美股究竟是否会继续上升 还是其实是最后放烟花呢 这个就一会留给文感你详细和大家解释 好啊 好啊 那今天我们应该怎么部署呢 今天就一定是选择不选市 因为为什么呢 情况还没清楚 没清楚的时间仍然都要观察住市况的走势 所以来说我就选几样东西 第一个概念就是开三宗全会 理论上我们都是憧憬着有利好经济的政策和消息出台的 当然了 这件事也不会是在开会的时候 一段时间就说炒什么又炒什么板块这样的 那所以呢 介绍给大家的就是一个中长线的部署先 那现在来计算呢 我相信呢 直接最受惠应该就是A股的 那A股也是在上证在三千上下 一百点一百点这样 其实基本上呢 又不是说什么大不了的 虚的事也都开始其实慢慢扭转了 包括譬如说内房啊等等因素啦 那所以呢 就介绍一只华夏沪深三百的转给大家 那这只华夏沪呢 大家就要做中线的部署了 二三六七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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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啦 就是华夏沪的转是三一八八的转转 那呢 就行使价呢就四十六个八 那现在来说呢 价外了是多一点点的 就二十个百分之左右啦 但是呢 就年期呢 这只转呢 就是二零二五年六月 那我也都不是说叫大家马上去买 你现在可以买一注 但是在暂时的开会的过程里面呢 你越反复 真正的收成呢 应该是开完会之后的一两个礼拜 那所以呢 慢慢慢慢去做 慢慢慢慢去买 就 譬如说你想买十万的 现在先买着两万先 那 开完会那一阵 买多两万 再等一个礼拜之后 再买了那六万 那这样做呢 策略呢就 赢面就高些 那这一阵啊 敏感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见啊 我看A股呢 其实呢 我看它这次开会呢 就一定要有些东西来呢 去刺激回经济 因为昨天出了 我看到那个GDP呢就不是太对板了 那你一定要有些 短期 或者中长期的 你知道的 凡是开三中全会 就是来着那些国家的那些税改啊 那些土改啊 各样东西的改革 可能呢是对于 我们整个中国的经济 未来的十年八年的影响啊 所以呢 所以呢 你现在开始 部署这些 国内的护心三百的卢政呢 其实是对的 还有你这些年期又长 那我们看 一个大trend 如果它的政策 是可以落实的话 经济重新上轨道呢 那其实又可以慢慢慢慢 收集一下啊 大师你这些东西 是啊 是啊 所以呢 就是这个部署上呢 就是中长线部署 不要第一次就已经安排了 嗯 而是逐一买货底 来到去吃一个大浪 而这个这个存货的过程呢 主要都是未来那一两个星期 要做的而已 啊 这样慢慢慢慢存 当然啦 就是你说 喂 那个价会怎么样呢 会不会突然间开会 就有好消息飘上去呢 这个不知道啊 所以为什么 买定少少先就是这个意思 啊 啊 那 配合去做啦 是啊 这个呢 三中全会的概念 啊 那我都相信呢 这次应该是时候呢 中央真正出招了 嗯 我一直都说 中央出招 是就着就着 未到适当的时间呢 是不会做的 啊 那现在来说呢 我觉得就是时间上 应该就差不多适当了 是啊 是啊 第二个呢 要给大家呢 因为始终呢 现在的市呢 都是反复临一点点了 嗯 那所以来说呢 呢 最具防守性呢 就是中特股啊 啊 中特股呢 啊 啊 我今天就想推给大家 啊 都来的三个呢 都有少少的概念的 第一个当然是中移动 中移动当然是最好啦 中特股中概股 是啊 中移动其实 说真的啊 大家都知道 我几年前已经要大家买了 啊 啊 啊 那其实就是做这个部署了 啊 中移动呢 其实 形态上呢 就是一个奇形上升 啊 啊 急升后 行个奇形 啊 调整了两个星期左右 又再急升 又再行一个奇形 那么上升轨呢 延续得很漂亮的 现在上升轨的底部呢 嗯 大约或者是之前的 上个星期的 回吐的底部呢 就是75元 所以呢 你可以用75元呢 作为一个止洩位来做防御 因为 始终它是高了位呢 你的止洩位要定得贴一点啦 那么就 这次呢 如果75元守得住呢 放上去呢 应该就80元没走鸡 因为上次的高位就是79元 是啊 80元就没走鸡 我就看多少少 嗯 就看到80元 啊 就是如果短线来计呢 就是这些位置上82元 用75元做止洩 如果中长线的 当然就是 可以持续升势呢 去到85啊 100啊 这样 但是那些就要时间久一点了 那中移动的轮是什么呢 24923 这些都很熟 24923 哈哈 这些想法 其实一直都有推的啊 啊 啊 那现在来计呢 24923 大约9千8一毫子左右啦 是 行使价84元的 就11月到期 11月我觉得够了 时间上 啊 因为 这下呢 7月8月那下呢 如果美股 真的有机会下跌的话呢 可能港股 不会下得太多的 嗯 那 指数呢 就靠中移动 是啊 现在就要找中移动学着的 是啊 那 那 除了中移动之外呢 就是建行了 建行939 是啊 那 其实呢 你会见到啊 北水呢 一直 在 在近这两三个月呢 一直是这样买住的啊 啊 而且是没有 没有减少的迹象的 嗯 那而你 你看到了 打从 3 4 5月做过环纹区之后呢 建行呢 就已经走上来的了啊 啊 那 4 5月走到5月中呢 第一个顶就5个半 嗯 5个半呢 回落来5元边呢 再拋上去 这次应该充6元楼上的啊 应该就是 那 就算 不要6元啦 5个8都好啦 啊 因为呢 你来人呢 其实那些栏呢 是很大杠杠的啊 啊 那你就算拋上去5个8 稳定些呢 都 可以啊 嗯 嗯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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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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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那 25147呢 现在的价格就是毫半指而已 它的行使价呢 就是6个半 6个半 那 那我觉得呢 就是说 这层上呢 5个8、6元呢 应该都可以的 嗯 它对冲值不低的啊 对冲值呢 有0.27 如果你上到 5个8 左右呢 就应该是 大约0.35 左右啦 那 一对一的卵呢 那 那杠杠就够的 是啊 一对一卵 当然杠杠够了 是啊 现在的杠杠都差不多10倍的 是啊 那 这两个 中移动和健康呢 就是顺着个势 是稳定支损的 嗯 那今天呢 我都再想说多一只 哪只 这只呢 今天就跌了下来的 是啊 跌了下来的 但是呢 它的消息呢 层面呢 就是 通常都是这样 跌了下来之后呢 就可以 在低位呢 慢慢收集了 平保 平保呢 又发CB啦 现在 平保呢 又发CB啦 其实就不是多的 三十五亿美元 那 那 CB的行使价呢 三十七个多的 OK 啊 不 我先看看 我先看看 四十七个三 四十七个多 是 五年了 好像是 四十三个差 四十三个差 是 那 当然了 CB就五年 但是 其实看的象征呢 不用看五年的 那 它发行CB呢 最主要呢 就是发展业务 核心业务 補充资本需求啊 等等 那 通常呢 你都见了 这几个月 终住呢 中资股呢 就 一路呢 就用泛行CB来集资 是不是 那 CB呢 在财技上呢 有一道 有一个好处的 就教诸 配股 和公股呢 是好的 那就是因为 它不可以 没有即时摊薄的效应 还有呢 就是说 不需要公股那样 要现有股东 偷钱出来嘛 那所以呢 所以呢 对股价影响呢 都是短暂的 其实有时候 有些情况呢 发CB反而会升的 是啊 好了 前一阵 爸爸发的CB 就弹了上去 是啊 那 他是发的下 那个星期 蹬下来 跟着呢 就升了爆顶的 那同样的概念呢 我觉得 可以用诸于平保 又是了 嗯 正正去公布了 CB呢 跟着今天的股价 就刷了下来啦 啊 但是其实不是多 5%左右 好了 刷完下来之后呢 就是开始慢慢收集 慢慢买的时间了 啊 嗯 因为始终呢 CB其实就是 主要是公司集资的财技之一 还有你会想一下 为什么这几个月 整十家的中资机构 都用法CB 来到做责资呢 那这个就是巧妙之全 因为 其实 法CB呢 很多时候呢 是亿自己有 哈哈 你明白啊 就是认购的 全部认购了 譬如好像 联想那样呢 他就发股权就是了 给了杨元庆啊 全部高层管理层啊 那你同一条船 根本就不会死的嘛 啊 没错 所以呢 所以呢 我今天呢 就介绍一只 24752给大家 24752 是啊 首先第一个东西呢 它年期呢 又是够长 12月到期 那通常 做CB的震荡呢 影响一个星期 两个星期左右啦 哈 那现在这只卵呢 就是 8千多 那属于先卵啦 小小粒 那你不想买正股 免是 浪费蛋药的话呢 可以尝试一下 买 这只卵 啊 那行使价43.18 刚刚就是 那CB的行使价 啊 那 那样样东西都配合的啦 那又是一个策略 逐级逐级买 但是当然啊 不是说 逐级逐级加码啊 而是你譬如说 想买10万的 那我就先买2万 再买2万 再买2万 再低位买2万 这样来到 交平的价呢 那这个策略上呢 就可以找赢了 明白 好今天明白了大师 那大家看着啦 那就是突然间 一下发CB跳了个价下来呢 就是你现在 你走去买 买回个卵呢 其实呢 我觉得 你拿了正股 尤其是那些朋友 拿了正股 你现在 你不追正股 你追回那些卵呢 反而呢 是 当个股价一上回去呢 那么你的卵 拉回上去 你都可以追回的 是啊 因为倭卵就是以小博大 是啊 没错 就不伤啊 是吧 好了 那今天呢 四个卵呢 四个卵呢 就是华夏沪深300的23675 是 就是炒三中全会概念 接着就是两个中特股 就是建行25147 和中移动24923 另外就是 有一个就是平保 平保就是这几天慢慢收集的 就是24752 是的 好 今天谢谢大师 谢谢 好 拜拜 如果有错漏而令各项蒙受损失 不论公司是否与侵权行为 定立契约或其他方面有关 本公司与不负责 同时 Regard Finance所提供之 投资分析技巧与建议 只可作为参考之用 并不构成要约 招揽 邀请 有史 任何不论种类或形式之身术 或定立任何建议及推荐 读者募请运用个人独立思考能力 自行作出投资决定 如因相关建议招致损失 嘉宾、编辑及记者无关 同时 Regard Finance所有节目或资讯 相关内容 熟作者个人意见 并不代表Regard Finance立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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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